大家好,关于呼吸舞的遭遇,这个妈妈思考了许久 最后还是决定将这个悲剧讲给自己的两个孩子 并希望他们在日后如何面对这类事情,讲得入情入理 但是怎么找就找不到,学校的监控吧,最关键的监控也得删除了 没有了,后来有5000个人在学校后山去搜索,也没搜到 过了年也有个津贴上路报出来的消息,你猜怎么样 居然在后山,他们已经搜索过很多次的一个地方 搜索到了他自意在学校后山 自意是什么意思? 就是生掉了 生掉了 这个事很诡异 其实妈妈一直想跟你说这件事,从他失踪我就想跟你说 但是我又不知道从这种事里,能告诉你们什么样的道理 没有道理,或者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吸取 我感觉呼吸雨也是,其实他们都是很完美的受害者 就是你不做什么,你都很有可能遭遇这个事 现在的说法是,他自己说,有这个厌屑的景象自杀了 但是如果自杀的话,为什么要找这么久的时间呢? 所以妈妈其实学校的尸体就是难过这件事 这是已经找不到的地方,所以说肯定是人为了把他的实体带过去的 我的意思就是第二个现场,对吧? 这种话咱们不能瞎说 但是可以有这种猜测,网上也有这种猜测 最终结果呢,警方说还要等一个真相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这个社会看上去很太平,很公平,或者说很美满 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想象的那样 我觉得说的这些可能会让你心里更沉重 但不说到这件事就压在我心上,好长时间了 你说不是你妈的,你为什么要这些? 哈哈哈,因为他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 正因为他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 所以普通人才更要去关注 你想,你想,他没有做什么错 他就受到这样的伤害,受到这样的待遇 被人剥夺的生命 那就是说这件事,如果我们不追究清楚 他很可能落在那一个人的身上 每一个人 那就是一个不知情的普通人 对,每一个不知情,每一个无辜的普通人 所以这才是我讲给你们听的原因 大家,你需要做一些什么 去推动这个社会 少一些这种事 坏人之所以干坏事 是因为什么你们觉得? 因为其他人他们不敢去勇敢地对抗他们 对,不敢勇敢地站出来干嘛呀 指责这个坏人 所以也说,那么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个? 就是希望你们将来吧,能有一种志向 或者说有这种理想 去推动这个,哪怕是一定点的这个社会的改变 韩国就是有一个,有一个伤害案 就是那个溯源案 就是一个大岁的小女孩 他被56岁的一个大叔带进厕所里进行侵犯 这个小女孩呢,就受断了这种 惨无人道的这种折磨 他最后这个小女孩,他的职场都破了 一辈子都要带着尿袋生活 并且已经丧失了生命能力 就是因为大叔的侵犯 但是呢,因为这个大叔审判的时候 他说,他属于罪酒,罪酒犯罪 所以只判了有期徒刑12年 然后12年以后呢,这个大叔就给放出来了 放出来以后呢,韩国人就非常的不满意 他们就害怕,这个叫赵斗纯的这个人再次犯罪 他们就上街游行,然后他们就关注这个事儿 最终呢,推动了这个韩国实行了一个叫赵斗纯法案 这个赵斗纯法案,规定什么呢 就是这个特定的刑买释放人员 他们出去以后,24小时配戴这种电子的脚铐 并且还要接受不定期的这种专人的这种监察 以免他们在犯罪里 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坏人敢于犯罪 就是因为对惩罚没有敬畏 所以坏人才敢肆虑忌惮 人性里面其实有很多自私贪婪的地方 但是只要是惩罚不够 和坏人敬畏这些惩罚 就不会再有这么恶劣的犯罪 所以我跟你们说这些是想什么呢 将来你们很可能从此是更花大的工作 不要以为我们不是警察 我们不能判这件事 我们直接接手这件事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包括现在我们多多关注他 他会慢慢上午转发的关于这件事的 只要你关注他 其实就是一种帮助其中力量